从3月7日开始,美国、英国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都做出了同一善举,那就是西方多国提醒俄罗斯,根据确切情报,未来几天将有极端分子对莫斯科的大型机会进行恐怖袭击,西方多国言之凿凿的警告,加上过去几年美国确实有内部情报后被证实的许多案例,所以全世界都不可能对这次恐袭警报视作虚假信息。 这次恐袭警告,表面上看能起到两层效果,一方面美英德等国大使馆,提醒本国在莫斯科的公民,未来几天不参加莫斯科的任何大型机会活动,包括音乐会、剧院演出等艺术消费场景。 另一方面确切情报,也会让俄罗斯情报部门加强戒备,及早挫败孔西图谋,这就让人无法理解。 美英德虽然没有直接对俄罗斯宣战,但双方如今在乌克兰,就是事实上的代理人战争,双方是生死仇敌。 西方国家为什么提醒俄罗斯防卫恐袭,俄罗斯爆发恐怖袭击,普京统治威信被动摇,不是对西方国家更有利吗? 西方国家在此时将恐袭警报,弄得全世界人尽皆知。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时机,今年三月十七日,俄罗斯将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,虽然参选人有四个,但是普京支持率高达75%以上,几乎吻赢。 西方一直没有放弃在这个吻赢中寻找变数的机会,包括公开支持和资助,被俄罗斯取缔的三个非政府组织。 如果真有极端分子恐怖袭击,恐怕执行人就会来自这三个非政府组织。 只是背后谁为这些极端分子提供训练、武器、行动策划与情报,全世界心里都明镜一样。 美西方国家的恐袭警报,几乎就是你们国家非政府组织准备造反的公开喊话。 在冲刺总统大选的最后十天里,莫斯科的大型集会,基本上以普京支持者公开声援,或者人口筹迷去公民排队填选票为主。 这次西方多国集体提醒俄罗斯防范恐袭,就是变相警告俄罗斯普京支持者不要集会,人口筹迷去也要躲着,不要排队填选票。 这目标当然是压低支持普京的票数,同时压低今年大选的整体投票率,把这两个核心数据打下来,就可以为未来持续攻击俄罗斯大选结果,指责普京不能代表广泛民意做准备。 这个集体恐袭警告,另一个险恶的地方,就是让俄罗斯政府处于两难境地,如果承认有恐袭,必然导致民众对集会支持普京的安全担忧,甚至影响民众出门投票意愿,达成西方图谋的效果。 如果斥责西方情报是谣言,强调大选期间的绝对安全,绝大多数民众机会和投票的信任是会保住的,可是在斥责西方警告为谣言,打包票保安全之后,在集会与投票过程中,真的发生几例恐袭事件,那么即便普京继续当选,也会迎来信任危机,大量民众会质疑俄罗斯政府为了大选,故意忽视西方警告, 最终导致的人员伤亡,都是对普京威信的伤害,所以西方只要集体发出恐怖袭击警告,无论最后极端分子的恐袭有没有进行,俄罗斯安全部门有没有挫败粉碎反政府组织的图谋,西方国家已经立于不败之地,许多朋友会好奇,普京在俄罗斯支持率很高,是哪些人不惜以恐怖袭击的狂热行为,试图颠覆他的统治呢? 俄罗斯政府这次只点名了,三个被禁止活动的非政府组织,这背后最大的反对势力头目,是俄罗斯已故反对派的一双,纳瓦尔尼。 在俄罗斯反对派纳瓦尼,长期反普京的公开活动中,妻子尤利亚经常出镜,扮演忠实支持者的角色,不过他最精彩的演出,还是在上个月纳瓦尔尼监狱中突然去世后才上演。 当时正值德国慕尼黑安全峰会期间,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北极的监狱里,死亡信息传出不过几小时,纳瓦尔尼已经一身黑衣,满脸自信从容的出现在全世界记者面前。 类似慕尼黑峰会这样,关乎全球最重大安全问题讨论的会议,活动安排都是有周密计划的,比如德国在今年会议上安排了中国专场,舒尔茨政府和德国媒体很早就对这种安排进行造势,于是才会有全球几百家媒体,汇聚来听中国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分析,对全球安全核心矛盾的解决方案。 西方所有媒体,都暗戳戳甚至公开挑明,鼓吹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死亡,背后是普京下的毒手,可是西方集团已经提前为纳瓦尔尼,安排了面向全世界的记者会,纳瓦尔尼也无比坚强的在闪光灯下,控诉普京的罪行,难道他们都提前预判了普京的预判? 否则未亡人哪有这么镇定自若的气场,这么淡定从容的妆容,从纳瓦尔尼死于监狱的信息传到网上,咱们国内的网上猜测风向,也是暗戳戳指出普京害怕纳瓦尔尼的影响力,于是将他秘密害死。 这口黑锅扣普京头上,简直和美英炸毁北溪管道后,还全世界铺天盖地宣传俄罗斯炸毁一样无耻,必须承认,几年前的纳瓦尔尼多次闹出大型机会,当时俄罗斯不想和欧盟彻底翻脸,因此对纳瓦尔尼的限制较少,让他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直到2020年,纳瓦尔尼遭遇投毒事件,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斡旋下,普京答应纳瓦尔尼到德国治疗,在纳瓦尔尼到德国治疗之前,他已经是俄罗斯司法部门多宗案件的嫌疑犯,按照司法流程,他恢复健康就会被捕。 可是对于普京而言,纳瓦尔尼只是一个忽悠年轻人的带路党而已,根本动摇不了他的统治根基,于是在纳瓦尔尼到德国治疗后,普京接受公开采访时,在全世界面前作出承诺,他可以留在德国,将不会被追加起诉。 也就是说在普京看来,哪怕把纳瓦尔尼留在西方的复兴之地整天蹦跌,伤害依旧有限,也不知道德国医学有什么神秘高科技。 在俄罗斯境内中,剧毒几乎命悬一线的纳瓦尔尼,一到德国就几乎痊愈了。 在德国与默克尔等欧洲政客一番互动后,纳瓦尔尼并没有公开表达要回到俄罗斯的想法。 相反是纳瓦尔尼的妻子,这次慕尼黑峰会大出风头的尤里亚,当时劝丈夫会到俄罗斯继续对抗普京。 纳瓦尔尼也明白带入党的宿命,他是不可能自己想退就能退的,西方多国持续不断给他投大量资金,让他组织抗议机会,钱拿了,事就得办。 于是纳瓦尔尼在普京明确说,他可以留在德国,在俄罗斯司法部门宣布,他一入境就要执行逮捕的环境下,选择回国,一踏上莫斯科机场,纳瓦尔尼就被守候的执法人员逮捕。 在这一过程中,纳瓦尔尼的支持者,以及妻子尤里亚都表现出愤怒阻拦情绪,仿佛遭遇了突袭逮捕一般,可实际上,从各方之前公开表态来看,俄罗斯执法部门在飞机一落地,就逮捕早已官宣。 纳瓦尔尼夫妻知道这种情况,依旧选择回来,就是选择了由丈夫入狱博同情。 妻子在外面组织反对者,用囚禁中的纳瓦尔尼争取更多信徒的蛊惑方式,纳瓦尔尼被捕后,先后因为涉及不同案件,先后判罚在北极流放式服刑两年至九年不等,最终恕罪并法,判决在北极流放服刑19年,明眼人都能看出,对于普京和俄罗斯来说,被流放的纳瓦尔尼,威胁很小,搬不出大风浪。 相反,纳瓦尔尼死亡后,一双尤利亚当天就在德国掀起反普京浪潮,并且获得美国佩洛西、欧盟冯德莱恩等高官的亲密互动。 西方在纳瓦尔尼死讯公布的同时,就宣称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彻底的新一轮制裁,以惩戒俄罗斯杀害反对者。 可是这几十条重创俄罗斯经济的新禁令,怎么可能在纳瓦尔尼去世那几天整理出台? 除非是尤利亚这个代言人,美国和欧盟的制裁政策这些炮弹都已经准备完毕,只需要燃烧纳瓦尔尼这个带路当作为隐形,攻向普京的负面炸弹就能引爆。 尤利亚在慕尼黑峰会期间发表演讲,与佩洛西、冯德莱恩会面互动之后,第一时间赶到英国,与女儿一起会见拜登。 一周之后,俄罗斯将进入普京的下一个时代,在这个交替的时刻,拜登选择更换反俄代言人。